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第一时间先分享了他有关谈到AI产品时马斯克的一些态度 里面涉及到卡尔松自己没有太多的描述 主要是马斯克的态度 马斯克承认查的GPT最终将摧毁人类 这是马斯克自己承认的 原因就是说作为XGPT的最初的开拓者之一 开拓者之一 他是他最初的开拓者之一 他承认整个XGPT是在左派的激进的 这种纯自由主义的这些创造者的思维概念当中 来设定的XGPT 所以这份设定的是反人类的 大家要明白 这份设定是反人类的 那最终他将给人类 最终他具有一份思维的方式 思考的方式 就是摧毁人类 我们刚才同样跟大家分享了 谷歌老板自己承认 他的谷歌的在线的AI产品 叫什么巴德 那巴德让他感到恐怖跟吃惊的地方 就是竟然用这个叫什么 印度跟斯里兰卡 用了斯里兰卡的语言 去表述了他的内容 在他的设计程序中 没有设计斯里兰卡语言 什么东西都没有 所以他就没明白他是怎么来的 这是被对这个作为这个AI产品来讲 那作为这个巴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一个控制者操控者来讲 他感到惧怕 他就是说 他根本不清楚巴德 作为一个在线的AI产品 他是如何使得自己懂得 斯里兰卡语言并使用它 他说这个搞不懂了 那如果搞不懂的原因就是 目前作为巴德来讲 已经超过了人们的当初对他的设计 已经使得人们失控了 那马斯克在这个 在今天专访中同样是这个态度 人们对XGPT已经失控了 失控的程度 没有人愿意去面对它 但马斯克自己承认的 这是反人类的 反人类的反宇宙 所以他自己发誓要创造一个叫做真相具体 他就叫Truth GPT 那Truth GPT 他说要唤醒宇宙的智慧 那说法蛮有趣的 唤醒宇宙的智慧 来对抗Chart GPT 那这就是个问题 宇宙的概念 是神的概念 如果宇宙的概念说得更深的话 是当初 这个与人相关的整个宇宙当中的 有着创世的成分 真的 在我概念当中 有创世的成分 那一个人 在创造Chart GP 在创造AI产品的时候 他怎么能够注入一种创世的概念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回答 根本不可能回答的东西 就是说 他违反了一个基本的 这种与天地当中 宇宙当中 天地当中 生命的这种系统论的概念 就是不同的层面 有着不同的生命之间的特征跟医术 那比如说 罗汉是罗汉 菩萨是菩萨 如来是如来 那马斯克不承认这些 在他的概念中 他不承认宗教的东西 但是呢 他承认宇宙是善良的 而不是反人类的 否则的话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而反过来 科技的这种 冷血的AI产品 是反人类 所以这是他大声疾呼的 在大声的疾呼当中 同样他提到说 在他的 在奥巴马期间 他只跟奥巴马见过一次面 他只跟奥巴马见过一次面 我忘了是不是在他的导弹发射中心 我印象中 有一组照片 是那样的背景 所以他说 跟奥巴马唯一的一次见面 就是讨论了AI产品的 对人类的威胁 特别他向奥巴马 发出了类似的警告 但他不认为奥巴马 对这件事情 是如何看重的 基本上的程序 是这么个程序 也就是说 在有关AI产品问题上 他向卡尔松描绘了 他眼中看到的人类的塞纳 那他自己愿意作为一种 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拯救者 拯救者概念 我个人更以为 这是一种自我救赎 或者说甚至自我赎罪的概念 因为 差的GPT的产生 是跟他个人有关 我基本上概述的就是 我们跟大家分享 就是被这个 被这个福克斯披露出来 第一部分内容 马斯克将开发真相GPT 就是处死GPT 因为他认为 目前的人工智能会摧毁 会把文明摧毁掉 造成文明的破坏 那这里他提到文明的破坏 就是人类文化 现今人类文化的一切的被毁掉 其实就是 我们现在与人相关的 其实说白了 他讲人类文化的 应该讲说 与宗教 与信仰相关的 传递下来的 这五千年的文明 他认为将会摧毁 而摧毁的本身 是人类自我 那种贪欲的膨胀 从而创造了这种东西 创造了人工智能 去摧毁人自己的智慧 而人的智慧 是来自于人的原神 对吧 来自于人的神性 而今天 刹的GTP为代表的 AI产品 是通过人自以为是的贪婪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这就是巴比伦 巴比伦解塔 那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看到的 人将遭到毁灭性的这种摧毁 他启动自己版本的人工智能 叫Truth GPT 他接受参访时 首先讨论了 为什么当初建立 为什么要建立 XGPT的对立品 而XGPT是他自己当初资助的 具有进步诚实的 也就是说他不叫进步诚实 就是这种自由派设计师开发的 那他影响着 他对此呢 对于通信自由 信息自由呢 就更加的担忧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他们将左右 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资讯的一切 我跟大家解释过 那有可能在未来的时间里面 很多像这种自媒体都不复存在了 很多自媒体将被XGPT代替 因为你不具备它的分析能力 你不具备它的分析特征 对不对 那大多数自媒体的分析特征 那怎么比较 它都比不过XGPT 但咱坦白说我们不可能 对吧 我们的思维方式 我们跟大家倡导的方式 是生命的 XGTP是伪生命的 以生命的表象来反对生命 虐杀生命 他说 我会开发称之为 叫TruthGTP的东西 或者是了解宇宙本质的 最大的真理人工智能 他怎么去了解宇宙本质 怎么去了解宇宙本质 这不可能 但是呢 他为什么敢这么说 他是火星人 所以他是火星人 在他看来 宇宙的本能 本质 跟人相关 而不是跟火星相关 跟人相关 而不是跟火星相关 那他就认为 他就超过了人 因为他自己知道超过了人 所以他敢说 叫做宇宙本质的最大 人工智能 有了人工智能 就不可能了解宇宙本质 所以我 把他的这一份拯救的心态 不如把他看成 在他眼睛里 人类即将灭绝 因为人类只有在人类即将灭绝的事情出现的时候 才可能去呼救宇宙本质来进行对立 你反着看就对了 有关火星 有关马斯克是火星人的问题 有朋友 我刚才看到留言 说马斯克什么时候说 在马斯克的推特上 你自己去找 在马斯克推文上 他就明确 我们有期节目讲到 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直接引用了他的推文 我认为可能是通过安全的最佳途径 因为 有关关心了解宇宙的人工智能 就不太可能消灭人类 因为我们是宇宙中有趣的部分 这就是他说不出来了 真正了解宇宙的人工智能 不太可能消灭 不太可能消灭人类 为什么 为什么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 他其实是他去试图用创世的概念 去理解这件事情 去理解人类 那创世是造人的 他就不可能再消灭人了 他只能保护人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故事 非常有趣的故事 非常有趣的故事 那因为我们是宇宙中有趣很有趣的一部分 然后他提到说 马斯克帮助资助差的GPT开发 想去控制他 很不幸他并没有成功 然后他提到说 他提到说 这样被他带走了 现在作为微软 谷歌拥有的商业产品 但他立场并未改变 如果我们不去停止他的话 那最终可能会摧毁 我们目前所拥有的一切 他与核武器是等同危险的 这是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非常特别的一个认识 解释中他提到说 查的GPT是由左翼专家写出的程序 他专门训练聊天机器人撒谎 专门训练聊天机器人撒谎 这就是我们看到查的GPT 我们讲过很多了 卡尔松又提到说 党派的作用 在应用程式影响中 是透过控制而完成的 那控制了美国思想 这种对民主的攻击 就是今天查的GPT的使用 没错 没错 就像我们说 你用正体字跟繁体字 也就是 你用正体字跟繁体字 去讨论习近平的说 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是一样道理 更深的层次 就是不仅仅是他将变得很自主 把人类变成奴隶 这是卡尔松讲的 查GPT把人变成奴隶 涛哥在五天前讲过 你看涛哥的节目 所以这是很显而易见 很简单的故事 今天的人的愚蠢 就在于人的聪明 精英者最大的愚蠢 是最大的自我膨胀 和把你的屁打头的 所有的文凭挂在最后 你就那些是你奴隶的标志 你不被奴役 天理不容 是你自己摧毁自己的神性 所以卡尔松自己本身同样拥有这一份认识 他自己意识到 查GPT会控制我们对现实的理解的一切 并以非常不诚实的方式去表达他 为了达到政治效果 透过撒谎 这是卡尔松理解的 我觉得还是浅薄了 我不认为卡尔松有多深刻的信仰背景 我不反对他宗教的论述 但我不认为他拥有很深刻的信仰背景 所以他用了一个词 他用了这么个词汇 就是叫做政治效果 这不是政治效果 他远远超过了政治效果 他在摧毁着整个当今文明的一切 文明的概念远远超过政治背景 他说这样反过来会对选举结果产生不利影响 不仅仅是选举了 这已经远远超过选举的政治作弊 人工智能的危险会产生比选举更有害的影响 它对整个人类的存在 直接造成灾难性的威胁 因为这不需要人类 关键是不需要人类 人工智能可以能够告诉自己 你是时候可以毁掉人类一切 人工智能比管理不善的什么飞机汽车就更可怕 原因他是具有对文明的摧毁力 他甚至提到说 他跟奥巴马见过一次面 主要谈论了有关软体功能的危险 呼吁进行监控 这是他早期讲到的 在Chart GPT-1的时候就已经警告了 他说这是不可能 Chart GPT是非常可怕 他与奥巴马的会晤的说 不是为了讨论特斯拉 而是对人工智能的监控 这就是他比较完整的一段故事 那其实这段完整的故事呢 在同时间出现另外一个背书的场景 另外背书的场景呢 我想在明天今日点击当中 跟大家分享 非常的令人震撼 今天是七月 今天是四月十七号 就是说出现了一个 出现一个令人极其感触的 对等的内容 为什么说 为什么说明天今日点击当中 会谈到有关对人类拯救的 来自创世主的呼声 来自创世主的一种信息 原因就是 想等到马斯克今天晚上的 他的实况内容出来之后 作为对等情况下 在阐述的那个背景 so far对于我个人来讲 是非常震撼 我个人感触非常震撼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